早上接過當事人的聯繫 然後六點多,然後趕到派出所 然後聽完當事人的陳述 他是大概在108年6月17號 凌晨4點半的時候 因為可能有因為喝酒 然後開車 然後在民族路跟無縫北路的交叉口 當時候因為天色昏暗 然後沒有看到被害人 然後不小心去發生碰撞 當事人陳述說這邊是 他是綠燈的行駛狀態 所以說目前相關的案情 還在由警方那邊去了解 那他為什麼 聽說好像是有逃離現場 逃離現場 因為其實他也不算說是逃離 就是說他當下確實會比較害怕 然後他回到家中的時候 是有請朋友打電話聯繫警方 跟救護車 後來是你別從 後來是 對後來也是經過他朋友 然後聯繫我 然後來這邊幫忙 做製作筆錄這樣 陪同製作筆錄 後來也有說 臨敬 說來 另外是 最近 音樂 開服 謝謝 我 跟 開洪 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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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花